新北市第三届药师佛文化节将于11月在板桥来登场 今年除了千僧供佛祈福之外 此法禅寺更于活动期间晚上6点推出四地电影 结合浮空投影技术 搭配考据药师经调制的香氛 让民众胜利东方净流 世界也更了解药师佛法门 一年一度的药师佛文化节即将开始新北市秘书长徐玉宁表示 佛教是台湾重要的宗教信仰拥有数百万的信众 药师佛文化节已经在新北连续举办三届 是佛教信徒朝圣的圣会 千僧供佛不仅展现了佛法的庄严慈悲 也为台湾祈福彰显了佛法对社会大众的关怀 有一些无形的压力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当你来这一趟除了药师佛的加持射受 每一年我们在药师佛旁边也有像这幅庄严非常殊胜的 也有十二药叉神将在我们的园区里面 给大家一种如沐春风 更是宗教是可以跟人们生活贴近的一个最好的园区 跟用家里华的方式来给我们做贴近 辞法禅士的助辞禁药大和尚表示 有鉴于近年来全球天灾人祸让众生陷于恐慌之中 这次邀集千针祈修 共修药师法门为全球祈福 请大家都能到药师佛文化节现场 为美丽台湾无灾难 幸福全民得安乐 奉上一盏药师佛消灾祈福的光明灯 药师佛的精神更需要能够借重大家共同的推动 而让更多的人的心里面的环绕能得到疗医 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份信念 林郑菊表示 为期两天的药师佛文化节活动 三日晚间六点将会举行东方近流离世界探索之旅的首映会 四号开始电影至上午九点播放至下午九点 每个尝试播放时间二十分钟 民众现场购票后 除了可以观影 也可以获得祈福超值套组 内容包括爆米花和防止泼贴纸 或是祈福点灯搭配钥匙奏水 这会让师傅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